人在江湖,比做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识人之名。 识人,就是看透人心,知道对方在想什么,有什么目的,如此,我们才能调整相处的策略立于不败之地。 只不过,并非所有人都有识人之名,也并非所有人都有看透人心的能力,绝大多数人都会被他人表面的伪装所欺骗,看不清别人的真面目。 职场中,同是满嘴人异道德,经常唱高调,难道他就是好人吗? 未必,不少人都是表面上满嘴人异道德,背后一肚子难道女昌,这就是所谓的画猫画虎男画骨。 知人知面不知心,别人所说的也许都是谎言,真正的心底话,别人不会说出来。 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,不必听他说什么,仅仅这几点就能让人原形毕露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肖默国学,点个订阅不迷路,带你领略国学文化的真谛。 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,看他有无作人的底线和原则。 所谓君子者,有理有结也。 一个懂得礼节的人,绝对就是一个有教养的人。 而这些人,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? 那就是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。 在这个社会里面,有一些人,他们会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去坑害别人。 毫无做人的底线和原则可言,也可以这么说,他们少了良心。 有一些人,他们不会理会外界的规律和准则,而是选择不择手段去做事,选择毫无原则去做人。 这些人,终究是不能靠近的。 想要认清楚一个人,我们最主要的,那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做人的底线和原则,为何这么说呢? 因为有底线的人,他们为人处事,肯定会按照规则来行之,懂得何为善良,何为毒恶,明白哪些事该做,哪些事不该做。 这种人,才值得我们与之交往。 如果一个人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没有,就证明这些人毫无良心可言,不能久留在他们身边。 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,要看他的钱财利益流向何方? 在资本市场中,有一句话,甭管他嘴巴怎么说,要看他的钱流到哪。 举个例子,某个人跟你说,这项目很好投资,利润很高,那你是相信呢?还是不相信呢? 只需要看别人的举动,就清楚了。 他鼓励你投资,但他把钱套了出来,这就说明,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你好。 只是为了割你的韭菜,如果你看不透这一点,就会被别人割韭菜,人才两空。 回到家庭,丈夫说忠诚于你,但他的钱无缘无故减少了,不知去向,就说明他在外边还有其他的人要养活。 一个人的承诺,可能会骗人,一个人的甜言蜜语,可能会蛊惑人,而一个人钱财利益的流向,则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和追求。 看人,不能听表面话,也不能看表面的举动,而应该看钱财利益的流向,嘴巴能骗人,而钱财利益骗不了人。 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,只需看他对恩人的态度。 战国时期 齐国有一君主,齐宣王,齐宣王有个特点,有事的时候,就找原配妻子钟吴燕帮忙,没事的时候,就跟小妾夏迎春寻欢作乐。 对于这一举动,后人总结了一句话,有事钟吴燕,无事夏迎春,说明此人没有什么感恩之心,只把恩人和贵人当成可利用的工具而已。 面临危机的时候,你帮助了他,事后,他摆脱危机了,还富贵了,但他忘记了你的好,而喜欢听小人的甜言蜜语,阿谀奉承,那就等于,你的好心喂了狗了。 今天,他不感恩你这个贵人,明天,他也不会感恩其他的贵人。 没有感恩之心的人,哪怕你为他付出再多,他依旧会选择辜负你。 忘恩负义的人,有三个特点,首先,过分冷漠,毫无感情,其次,会为了利益而翻脸不认人,不太可靠,第三,能居能深,而又手段狠辣,黄蜂为后真。 看一个人对于恩人的态度,就能知道他到底是人,还是鬼,感恩者,值得帮助,也值得往来,不感恩者,还是尽早远离为庙,避免被他们辜负,伤害。 看他对待父母的态度,有人说,人性最大的善,那就是懂得感恩,感恩一词我们听得很多,但能做到的人却是少之又少,就像一些人面对他们的恩人一样,丝毫没有感激之心,而是过河拆桥,忘恩负义。 先不说对于外人的态度是怎样的,就说说对于父母的态度是如何的,真正懂得感恩的人,他们最大的特点,那就是对父母亲特别好,他们明白,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带,只有学会感恩,才能让幸福常在。 难怪小时候家中的长辈常跟我说,人啊,不管是未来找对象也好,还是交朋友也罢,都要找个懂得孝敬父母的人。 这番话,其实一直牢记在心上,要知道,如果一个人对父母的态度都不好,那么他对别人的态度能好到哪去呢? 所谓无至亲之心,定无外人之心,一个真正善良有情义的人,他们心是温暖的,也是慈悲的,更是感恩的。 感恩,就像一个天平,衡量着人的态度和行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看他在金钱面前的选择。 古人云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 钱财,就像是一面照妖镜,最能看清人的内心,为何?因为钱财为世间之物。 而人为世间之人,自然就与其相互应衬。 在钱财这个众生之弱点上,其实就能将一个人给探透,就像一个是财如命的人。 他们贪婪,狠心,冷漠,自私,毫不在乎外在的亲情和家庭。 就像一个为了钱财而不择手段,频繁背叛的人,他们绝对不是一个好丈夫,更不是一个好儿子,也不是一个好朋友,而只会是一匹恶狼。 就像那些借钱不还钱的人,我们应该很熟悉。 因为在这个社会,这种人实在是太多了,所以我们总是认为,这些人没啥良心。 不懂得感恩,不值得交往。 看他遇到问题时的反应。 曾听过这样一句话,想要看一个人的能力和性格,不妨看看他遭遇问题时的反应。 为何说遇事的时候,才能看出人原本的样子呢? 因为在平常的日子里,大多人都习惯于伪装,根本没有外界的压力来扯下他们的面具。 而在问题面前,任何人都会全力以赴,甚至会使出自己百分之一百的能力。 那么,就是这样的做法,才能让人看清他们的真实面目。 就拿面对困难来说,真正有本事的人。 他们面不改色,而是沉下心来冷静应对,正如苏巡在《群书》《心术》中所言一般。 泰山崩于浅而色不变,尼鲁星于左而目不顺。 可那些没啥真本事,而是夸夸其谈的人,他们面对困难时的态度是消极且急躁的。 就像当年赵阔面临百起大军的时候,毫无章法可言,因为他只懂得纸上谈兵,而不懂应变将略。 所以说,要看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,不需要看他明面上说了什么,炫耀了什么,而是要看他在处理问题时的真本事。 认清一个人的真面目,要看他面对困境的举动。 人,如果有钱有势,就会比较喜欢伪装,反之,如果从高峰跌落到谷底,那他们就会原形毕露,因为谷底是一面照妖镜。 有的人,有点成就便目中无人,遭遇挫折就唉声叹气,这样的人,基本没有什么前途,也做不到东山再起,闲于翻身。 有的人,有点成就,依旧谦卑低调,遭遇挫折,依旧保持本心,不卑不亢,这样的人,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,那他们就能东山再起,一鸣惊人。 为什么困境,是让人原形毕露的照妖镜呢?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,失去一切的人们,会放下一切的伪装,而暴露自己的本性。 也就是说,很多人都认为,身处谷底,很多事都无所谓了,既然如此,那就将本性暴露,而这本性的差距,恰恰是人之命运,前途的差距。 选择自暴自弃,自甘堕落的人,一辈子也就如此了,选择坚持不懈,静待天时的人,他们的未来,不可想象。 俗话说,路遥之马力,日久见人心。 一匹马,想要看他是否是一匹千里马,只要看他行千里路的状态就知道了,而想要看清一个人,只要和他相处一段时间。 那你就明白他的为人了。 自古以来,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,最难看懂的不是自然的规则,而是人心,因为世道无常,人心易变,人性反复,没有人能知道对方心中在想什么。 老话说得好,虎抱不堪其,人心隔肚皮。 有些人,他们明面上待你很好,把你当成朋友兄弟,可在背地里,却会将你视为敌人,预产之而后快。 有些人,他们明面上对你冷冰冰的,可在背后,他们却为你默默地付出,一直保护你。 很多时候,仅仅从表面去认识一个人,那是不够的。 为何这么说呢? 因为人最擅长的一件事,那就是伪装。 曾有一位作家写道,千万年前,人类为了在丛林中打猎生存,所以不得不去伪装,可直到今天,伪装却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常态,这是祖辈留下来的印记。 正所谓看人先看心,摸人先摸底,你只有知道他的内心,知道他的底细,才能更好地看清这个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肖默国学。